Yo 各位師兄 歡迎收睇中路TV賽馬編 阿斐專攻123場 現在準備發科宴的倒數第二場 所以阿斐這次加料的123場 就是講一講有什麼心碎提示 講碼之前 請回中路TV 原來已經是8767人訂閱了 差一點點破了阿斐的小目標 8000發 希望各位師兄 記得訂閱中路TV 上一個賽日 阿斐由於假期比較多地方去 夏天 去沙灘 所以就沒有出片 也沒有賭馬仔 唯獨賭了的話就跟回123場 機會馬 阿斐最後123場 就拿了這三隻馬匹 就買了一個位置 就三穿一 10元雞贏了89.5元 就只有這條票 沒有其他票 這個賽日 直接一來聊 就講了幾個場次 加料 由於已經倒數 最後第二場 也沒有說最後 一個菊草 一個甜草 好 賺錢就靠這兩個賽日 為何說賺錢就靠這兩劑呢 看回留言的 有師兄跟阿斐說的 就是賀良不知道上不上岸 所以今天123場 阿斐就是看一看的 發覺賀良的馬匹 今天又如何呢 先看一看 賀良的馬匹 然後第一場 怪獸豪俠 這裏阿斐直接 特別喜歡的就是怪獸豪俠 肯定是去馬的 但是很可惜 這裏是五班一籤的賽事 我覺得 如果是第一 各位私行 如果第一場 五班一籤的賽事 何良入到三級之內的情況下 擺明馬匹 積極去馬 機會大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看完那個 為何按了一個記錄 下面那麼多圈圈呢 你看到 按了來選藥 或者過往 往績 你看到 何良的馬匹 謙謙君子再出賽 然後怪獸豪俠 再出賽 包裝弟長 再出賽 全部馬匹 再出賽的情況下 如果頭場的怪獸豪俠 真是有個信號燈 指示一下 如果真是入出三級的情況下 後面 第四和第九場 一個四班 一個二班 必定要買 支持一下何良 為何說這麼多何良的消息呢 在上網查一查 何良 現在這個網站 就是暫時 就是十二Vin 五班賽事已經贏了 已經有四場的Vin 沒意思了 兩場已經足夠了 所以四班以上 必須一定要去馬 上一個賽日 6月7日那次 怪獸豪俠 直接贏了 足足贏了一個頭位 今次看第一場的五班一千美賽事 所以 直接看一隻怪獸豪俠 由於今天阿斐要說的是 尊攻一二三場 所以 之後何良的兩匹馬匹 我再分析一下 暫時一二三場 我認為何良頭這兩關 第一場和第三場的馬匹 比較訊息 就是贏馬機會不大 所以 重點就是第四和第九場 這裡之後再講 一二三場的何良會不會去馬成功 我覺得機會大 由於 十號仔的怪獸豪俠 7月6日谷草上一個賽日 同樣專攻一二三場 阿斐近期很喜歡買三穿一 就是機會馬 阿斐當日跑了五班千美賽事 YS壽豪俠 機會馬特別大 最後 他沒有令阿斐失望 亦都阿斐賣的位置 保守了一點 他直接贏冠軍 由於上次7月6日 才剛跑完千元位 這麼有成績情況下 何良 各位師兄記住 比較冷本一點的馬阿斐 如果上一個賽日 都是去馬成功 接下來的賽日 他操伏著馬肯定不是為一次 肯定是 操到盡 為了整個賽季 所以剩下兩次 還要剩下最後一次的谷草 我覺得 這是怪獸豪俠 由於上一個賽日 戰績非常好 大家看一段影片 這裡我不多播放 或者看7月6日 阿斐分析 怪獸豪俠 為何機會馬贏馬的原因 現在看一段影片 這裡我不多說 直接 由於這次 縮程 如果跑到千元位 我覺得就未必 因為四五檔 上一檔 檔位先走 英俊了一點 這次跑過一千米賽事 縮程了 由於上一個賽日 在千元位情況下 他都可以贏了一個馬位 記住 近期 荷良馬房 這個拆棋指示 這隻骨獸豪俠 無論任何一個騎士拆棋都好 都是快放為主 我們起回了 五月份之前 谷草千六米 或者是741 谷草千六米 田草千細米 780 全部都是一二三名 情況下 最後輸過馬位 特別多 還有谷草的黏底 和田草千細米 快步速情況下 都叫做輸得難看 所以 你見不到 但是縮程度 在千二米的情況下 即時 有時不是特別輸 而特別多 起回了 五月三豪那次 谷草627 八度測期情況下 116磅 11磅外檔情況下 都是萬步速輸了兩個馬位 所以 其實他千二米 近期 河良發覺 馬匹頭的千二米 是非常好地地 即是 太長又不行 太短 我覺得 分分鐘越短 可能對這隻馬匹爆炸力 快放情況下 近期 亦都不會是大墮後 由於 今次跑的是 一千 谷草千米賽事 拿著五檔 亦都不算特別外檔 我覺得這隻馬匹 入機會 贏也不一定 但是入機會 近期大勇 亦都不是 差太遠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匹 有機會 肯定拼硬了 所以十號仔的過獸和俠 是壓給五班 一千米賽事的首選馬匹 膽是過獸和俠 選完之後 由於其他馬匹 二檔 靈檔 但是巴道七奇 究竟是 一百三十五磅 今次是前探安 一百三十二磅 雖然當日谷草千二米 是外檔 一千米賽事 但是最後 萬步速 都不是贏得特別多 然後到下面 谷草千二米 二檔的情況下 都是輸得 仍然養衰 他看一看 1月11日之前 谷草千二米 潘頓拆棋 都輸得特別難看 所以 就算拿到內檔 這隻馬匹 我覺得 都是 不多點 不流放 都不多點 雖然說是同伯回來 好了 說完六號仔的進作事 亦都要看一看 何則耀 今次都是何則耀 上次一百三十一磅 今次一百二十八磅 上次九檔 今次四檔 會不會好一點點 唉 但是萬步速情況下 全部萬步速的情況下 在谷草或前途 都是留下距離 馬区 相對性比較 軟一點點 所以 機會論馬來講 六號仔的進作事 都是太重了 所以 重住榜 一百二十八� 四檔的情況下 我也不要他 由於拘捕馬群多的情況下 遵作事 都未必是機會馬 所以 這隻我都不要 剩下的 最後 就是找一陣陣的 就是 緯特馬房 和 HIGHWAYSUM 選了一百磅 一百三就是一磅 HIGHWAYSUM 今次 友誼之家 為什麼我喜歡選他呢 看看 谷草千米賽事 近期都是 拍谷草千米賽事 成績 五十七秒五 和五十七秒七 看看今場 五百一千米賽事 全部馬 最近成績 都是控制在 五十六秒幾 至五十七秒一 一之內 但是 其實 全部都是水平馬 做不到的了 在七檔和九檔情況下 這隻馬匹控制在 五十七秒幾 左右的情況下 今次 同樣都是找回 是欺負心的 我覺得 找回陣陣而已 還有這隻馬 近期由 今個馬季初 已經開始 就是 開始是 背飛的 十九倍 十三倍 最新那次 就是五點零而已 我覺得 亦都可以 迷常不可 由於五班 全部水平馬賽事 我就不多 博了 博了博 比較穩陣 和後放得來 看不看得到 全部欠的馬位 都欠分 丁那麼堆 不欠特別多的情況下 同樣都是一百三磅 全部沒有變過的情況下 就說沒有變過的情況下 穩陣陣 腳呢 我選了一隻小朋友 有而自家 就是阿肥第一場的心碎 所以第一場的兩隻馬匹 就是乖十五盒 上一場 贏了 縮程下來 跑一千米 更加有機會 第二件事 就是穩陣的老拍檔 偉達 和欺負心的配搭 穩陣陣 什麼都沒有變過的情況下 選了他 入三格 也都未信不可 所以 頭場就選了兩隻馬匹 好了 第二場 五班2200美賽事 對呀 長途情況下 最後 尺寸開股 講法少說 選了的就是七號仔的山山福運 這隻必須做膽的了 另外就是 六號仔的赤子紅心 和四號仔的全賽 選不選呢 那我就不選了 一二場 由於博馬機會大業情況下 我選了的就是 降班下來的就是二號仔 喜連心星 所以 第二場的長途馬來講 我選了的就是 喜連心星 和七號仔的山山福運 選你怎麼這麼說呢 由於 拉上去看一看 同樣看一看的了 時間段都是 兩分一四 兩分一五情況下 一個月之前而已 就是年年 喜連心星和山山福運 是一個月之前的 所以這兩次八分 是近期成績 兩分一五和兩分六 非常之好 那為什麼我綠色那兩隻 我不選呢 由於 看多一點 2200米 就是 全財 其實各方面成績都非常之好 全部都是給之前潘頓 測奇過的 看看那個同情也都看到了 是2.7熱碗馬來的 但記住 當日134房已經背到2.7了 這次了 全財繼續去馬 我覺得 那個期望值 你買了他 都是非常之差的 那我寧願選他 情況下呢 我選你 冷碗馬多一點 還有 說多一點 你看到了 九歲了 上次 那麼久以來才博了一個是第二名 如果是勁的情況下 為什麼之前背輝一直跑的情況下 都沒有贏過 是轉為谷草 跑了一次的情況下 而當那次贏了 純屬是因為那個是谷草 那個叫做 轉彎 那個撒家路程 是扣潘頓幫他贏馬 但要贏的情況下 都不是贏的特別多 所以 今次同樣 之前134房 今次是134 上次134 今次134 但是已經背到染色的情況下 買他 都沒有肉食 我買的位置 我買其他 所以我寧願找其他馬匹 還有 最主要 九歲馬 這隻馬匹 今國馬季初 是由9月14日開始期 深水推介就是2日、4日、7日、6日 但是看起來 喜連心星是何時 喜連心星 是今國 記住 是上年的 馬季初 11月20日 足足給一隻 全財 跑池是2 2個月 次數不是特別多 另外 看一隻 就是生生覆魂 流浪網網 9月11日 開始跑 但是記住 他輕磅 121磅 還有 你看到 潘頓134磅 足足給他 聽了十幾磅的情況 旁邊是檔位 他三檔 他五檔 阿肥 4號 4號 7號 都是在9月16日 又不是21日 時間 去開始 就是今國馬季初段 開始 就是比賽 看完6號 赤子紅心 十檔外檔 多數都不太行 情況下 同樣 131磅 然後呢 潘頓134磅 反而這隻 身生覆魂 113磅 給他兩個 都是輕了十幾磅 另外 聽說 赤子紅心 什麼時候開始跑 都會9月11日 相對性情況下 三隻馬匹 都是在9月情況下 反而這隻 身生覆魂 是044 是比較好一點 9月21日才開始跑 但是記住 進步來說 這隻馬匹 進步空間特別大 看完 從2月15日開始 都是蔡明少策騎 當日2分17.5 拉上一點 輕再輕磅多一點 蘇兆輝 九檔情況下 外檔 都是控制在2分17.9 比第一次初出 今個馬区初一段時間 只是純粹多了0.004 好了 不要緊 再去到三檔情況下 重新給了 是蔡明少策騎 輕磅到16磅 蔡明少策騎情況下 即時 贏了兩個幾馬位 贏了全賽 當日 最靚的時間 是2分16.1 時間什麼時候 記住 是5月24日之前 所以進步來說 這隻馬匹肯定是進步的 同樣 其他馬匹 都是 這隻馬匹進步得來的話 其他兩隻馬匹 那個就是 比較是 那個騎士 重磅多11幾磅 所以怎樣秤下去 這隻太第二 買來沒肉食 這隻太外檔 加上亦都是 對比之下 新生福運是進步 所以 我選了的膽 必須是7號仔的 生生福運 是阿斐的膽 就是進步為主 好了 選完了之後 由於這兩隻馬 都是 4號仔的全賽 和6號仔的赤子紅心 都是在上 今個馬季 在9月份開始 即2022年的9月份開始 拆其情況下 這隻 足足 是少跑了他們兩個月 所以加上是 鋼班 5班 4班 鋼班 到來 5班 一定優勢 好了 點進來看看 2號仔的起連心性 鋼班 情況下 上次拋開2000年 美賽事那次 是11檔外檔的 很輕磅 117檔 比潘明輝 拆劇 當日 是輸的 但是 快步的情況下 更加輸了 3有4分3的馬位 這次 雖然重磅 但是拿了4檔 然後 由於之前 都是2分1 2分1 5點8 記住 2分1 5點8 是4班 現在全賽 或者其他馬匹 都是最快程式 都是2分1 6點多為主 最新那次 兩年前的全賽 都是2分14 所以其實很多馬匹 都是造就不到2分1 5點多 所以 這隻馬匹 這麼糟糕的情況下 在4班 11檔外檔 這麼輸的情況下 都可以是2分15 8 今次拿回的4檔內檔 長途必須相信報民 以及1、2場 報民去馬機會大 基於這些因素 降班馬 機會大 所以最後 我就拼回賠率 好少少的就是 台灣者就在連心聲 和新生福運 就是阿斐的第二場心水 所以4號仔的全賽 和赤子紅心 我都不選擇了 所以 再說一次 第2場的5班 2千2米賽事 長途賽事 機會馬 2號仔的起連心聲 和7號仔的新生福運 特別有心水的就是新生福運 看看明天的賠率 怎樣 好了 講完專攻第3場 4班 1千2米賽事 1千2米 其實後面有幾場1千2米 那谷草1千2米 必須相信的就是要是 1至6檔的 內檔一定優勢 這是無用置疑的 基於太多的測試過 亦都發覺內檔是非常之利 1千2米 谷草1千2米 所以阿斐同樣選了1至6檔 1至6檔最後 減無好的情況下 暫時選了的就是11號的 非藤追2號的紅衣火王 和12號的就是二話不雪 好了 為什麼我說12號仔的二話不雪 是機會馬呢 對比回了 阿斐選剩下的就是6號 11號 2號和12號 但是12號的二話不雪 1809磅的中日利 比2號仔的紅衣火王 足足 蔡明少 輕足了成25磅 那磅數來說 就是12號的二話不雪 肯定最輕磅是他的 輕磅情況 請問一下馬訊 全部都是不多點的 那為什麼我唯有信心呢 由於你看回了 這個馬季初到現在 完完全全 是視覺熱門 但是冥犯 然後 冥犯到上一個賽日 都是13倍 同意是當日 黏的情況下 都要看好一點點了 為什麼要看好它 因為它輕磅 由於 最輕磅的班德里 那次插期 因為天時地利 不久 可能都是黏的影響了 13倍冥犯的情況下 都搞不定 但是我發覺 亦都近期 站住 冥犯特別重那幾次呢 是有機會 記住 當日 523田草千葉的賽事 巴道122綁 輕磅情況下 12檔外檔 都僅僅輸了個頸頭 7.7倍率的 所以其實 Actually馬匹 如果在地利益的情況下 和背負 我真的 12號的二位不雪 是有機會的 由於今次都是 快放的情況下 全部馬匹 輕磅 百分之一 而且內檔 近期田草也跑不定 葉草行才轉谷谷草試試 所以機會來說 我的肚子率也高了 就是12號的二位不雪 由於六甲背負 這個是有機會的機會買 按照戰績來說 肯定不是他的 但是由於 其他馬匹 12號的飛騰追 和紅衣火王 選了他 買來沒有肉食的了 反而這六號仔的創科成勢 選不選他呢 一當 但是由於 看回了 最愛當情況下 你發覺都是跑開谷前途千勢和千二尾 都要控制在1分23秒和1分11秒左右 輸8個幾馬位 對比之下 就疑惑不輸 都是輸1個馬位 1由4分3馬位和3由4分3馬位 最愛當情況下 連你那次別說了 足足差9個馬位 對比的情況下 這隻二位不輸 今次輕綁 一口五檔 但是創科性景 屬於晨勢一檔 但是發覺這馬筆 真是相對性水皮的 所以暫時我都不選他 所以二位不輸是機會馬 由於免費特別重 由於都是多試六甲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次必定要去馬 去一去去馬的了 所以第三場 半冷的推介就十二號 就是二位不輸的了 選了情況下 如果選了冷腳情況下 膽子正在玩陣陣 在十一號的飛騰追和二號的紅衣火王對比 最後阿肥選了的就是十一號的飛騰追 按同程 切回十一號的飛騰追 在內蕩情況下 為何谷草千二米 內蕩一定優勢呢? 你看到777谷草千二米九檔 同樣116磅的斑德里 拆騎就成啤士 由於在外檔情況下塞車機會 所以成績不英俊 1分11.9 但去到二檔 即時706谷草千二米賽事 贏得挺英俊的 雖然輸了比很好彩彩 當日快捕捉時間亦都非常之快 挺英俊的 1分09.5 留下看一看 七檔情況下1分10.3 對比之下 十檔 陳家熙 130磅情況下 都是僅僅輸了頸頭 1分10.7 再留下看一看 黃俊 拆騎 571 五檔情況下 都1分11.2 同樣陳家熙 119磅情況下 6檔 這隻馬發阿肥提告賽 全部都比較是內檔情況下 可以1分09.5 所以 尋找一陣陣 11號的飛騰追 由於在5月31號 二檔情況下 成績最好的一次是1分09.5 反而紅衣火王 二號的紅衣火王 雖然前這兩次都贏了 但贏這兩次的時間 都不是特別帥 最新那次贏了谷草千二米賽事 二班情況下 是127榜 蔡平少 但時間 1分09.9 沒有的 好了 六六網網 六八六谷草千二米賽事 那次是124榜 同樣都是三檔 兩次都是內檔情況下才贏 同樣是贏得不是特別利索的 都是1分10點4 反而飛騰追 雖然跑第二名 最帥仔的時間是1分09.5 上次第二名 第二名情況下 頒得是116 今次同樣都是16 三檔 在旁邊的檔位 反而紅衣火旺 贏馬那兩次 都是最快要分1分09.9 但是是117榜 今次加磅到7磅的情況下 四檔 我覺得兩隻機會馬的情況下 我覺得飛騰追機會大一點 由於同樣都是118 六磅 但是紅衣火旺就是134 重磅的情況下 未必最有一個戰績 吉尋尤瑜 就算有一個戰績 都是時間1分09打後 可能是1分10 所以同樣134榜 但是對比一隻二華筆雪 109 所以我覺得這隻反而二華筆雪 分中湯了就要Q了 入了跑第二名 第三名可能是紅衣火旺 珠馬不是特別多情況下 我也不選這麼多 我寧願薄冷一點 紅衣火旺這次就不選 但是也不會是西選範圍 我也有一點 但是不一定是第二名 所以我也是給綠色算數 不要啦 都不給金色 別是五度的 所以第三場 真正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11號的飛騰追 然後冷卻是12號的二華不雪 如果要買賠率 看看二號的紅衣火旺有沒有飛 但真的要買的 我買回11號的飛騰追 踏回12號的二華不雪 就是機會馬 我覺得這裡買的位置 可能好一點 好了 三場馬說完了 重複一次 第一場 十號 十號 怪獸 十號 繼續 去馬機會大 先為縮情 然後四號的友誼致階 就是亞費第一場的推介 好了 第二場推介就是 長途馬 必須相信 報名第二場博馬 去馬機會大 所以 二號的起連心聲 必須要選擇 然後選擇近期進步馬 七號仔的生身福運 就是亞費第二場的tips 第三場 就十一號飛騰追 還有十二號的 半冷腳二華不雪 三場說完了 如果大家喜歡中路TV 賽馬片 亞費港馬仔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快破八千八的大彎 多謝收看 是這樣的 拜拜 拜拜